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入了本书主要的目的 约翰先提到彼此相爱的命令 在这里的爱不是一种感觉 而是一个命令 这里的彼此相爱超越感觉 道理 喜好 是因为相信并遵行真理 因此愿意顺服并彼此相爱 想想看 如果你的小组来了一个你不喜欢的人 你能因为真理的缘故 以耶稣的爱去爱他吗 我想应该不容易 也因此在真理中彼此相爱 是一道命令 是必须顺服遵守 并且去操练的 虽然不容易 但我们这有罪的人 主耶稣都愿意为我们被钉死在石架上 我们又有什么借口不能顺服 并按着真理和命令去爱人呢 约翰虽然一再强调 要彼此相爱 但是也提醒我们 爱要有界限 爱要懂得分辨 若是有假教师 在所传讲的事情当中不是真理 就不要与他来往 连问候都不需要 因为问他安德 就在他的恶行上与他有份了 弟兄姐妹 我们彼此相爱 是建立在真理之上 主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 不是盲目的去爱 更不能让人因此破坏真理 破坏教会 爱是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并使人因认识真理 而得着生命的盼望 世界的爱 无法带给人盼望与平安 唯有在真理当中的爱才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你知道我们的有限 也知道我们的软弱 有时真的很难照你的命令 去爱我们所不喜欢的人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愿意完全地顺服你的命令 以基督的爱 在真理中彼此相爱 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